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20章的第一到第17节 题目是《神向摩西宣布实践》 《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神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至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 当守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扑币 深处 并且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海 并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的所赐的地上 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扑币 牛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神 召摩西上西乃山 是为了要做什么呢 神召了摩西上山 就开始要摩西传达 他对以色列人的要求 我们前面说到 神主动的说 要和以色列人立约 就在这个约底下 掌管全地的神 要做以色列人的神 而以色列人 则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 既然说是立约 一个约乃是要对 双方都是有所要求的 掌管全地的神 做以色列人的保护神 那么以色列人 有没有相对要付出的呢 神召摩西上山 所说的就是这件事 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神对以色列人 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读过旧约圣经人就知道 光是第一条 以色列人就没有守住 至少并非是全部都能守住 在《猎王记》 及历代字当中 有记载 有以色列人见秋坛 拜外邦神或是偶像的事情 甚至在某些朝代 例如像是雅哈王的时候 大多数的以色列人 都在拜外邦假神 那么这个对于以色列民的约 就算是废弃了吗 还是改成对个人来立约呢 忠于耶和华神的就算是以色列民 不忠于耶和华神的就要从以色列民中解除 以色列民从早期在迦南地建国兴盛 到全族被掳为奴 再到释放回归 在祖前的数百年 他们就建立了法利赛人的纠察制度 勉强地维持了一个不准拜别的神的情况 神像摩西所宣布的诫命共有十条 我们就称之为十诫 头一条便是不可以有别的神 第二条就是叫以色列人 不可以雕刻偶像 这个偶像所特指的当然就是包括有假神 但是也指着一切有可敬拜之物 人拜偶像就是想从偶像中 获取关于人生的指导生活的方向云云 若是十诫乃是与神 与以色列人所立的一个约 我们在广义的称之为旧约 那么他们这个约早就破坏了 早就在以色列人拜外邦假神之时 便已经没有能够守住这个约 那在后面的各项约的当中 也有个别的人没有能够完全守住的 所以作为一个约 这个约算是失败的 但是作为警戒 神的执意在这些警戒当中 确实有向人显明 那还是有其价值的 我们如今的基督徒来读圣经 十诫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这是一个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神的历史 这已经不再是与我们所立的约 只是曾经立这个约的神 如今就是我们的神 是同一个永活长存的神 虽然神没有再拿这些诫命 来作为与我们立约的条件 我们做基督徒的如今是靠着 以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新约 而成为神的子民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 耶稣基督和神的心意是一致的 神所爱的 耶稣基督也是爱的 神所厌恶的 耶稣基督也是厌恶的 这就是我们今日读十届时 应该有的心态 我们是不是应该唯独只有一个神呢 是的 我们唯独只有一个神 那么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为自己雕刻偶像呢 是的 虽然这里说的是雕刻 但是时到如今 不管是印刷 投屏 作为瓶宝 一样都是可以作为偶像出现的方式 而偶像本身呢 也不仅仅是陷于龙凤麒麟等等 凡是人们可以依靠的 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都可能会被人当作偶像 这里面有物件也有人 就拿人来说 他们本身并不想成为偶像 但是却已经被许多人当作是偶像 例如人称 古神巴菲特 其称号中还有神字 还有伊隆马斯克 如今已经被许多年轻人视作是救世主 这些都是现今世代的新偶像 至于怎么样算是景仰 怎么样才算是崇拜 怎么样又算是奉为归孽 这里面自有一把尺在神的手中 我们也好自我掂量看看 阿们